我們來做題目 下列何者是屬於純物質 就是問你說 誰是純物質 誰是混合物 這種題目是比較好容易的 就寫四個要你選 有人會寫個二十個要你挑 不一樣討厭 誰是純物質 血腿是鹽巴加水 泥漿是泥巴加水 風氣是一個混合物 裡面有蛋跟氧汁 都是混合物 所以只有 不大堂是純物質 只有不大堂是純物質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C OK嗎 OK 請問你下列誰是混合物 下列誰是混合物 我們找 找一位 這一位叫做 Number 22 22 誰 A 請坐 你答案 你答案選的叫做 A 糖水是糖加水混合物 請問你誰是純物質 誰是純物質 現在要換可愛小子針 有 有 有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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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故意給你寫乾淨 給你寫純淨 就是會想要欺騙你一下 不過要騙到人家也蠻困難的 OK 就這樣 誰是純物質 誰是混合物 另外一種就是 用所謂的熔點跟廢點 純物質有一定的熔點跟廢點 混合物沒有一定的熔點跟廢點 問你誰不是純物質 他就是 挑那個沒有一定熔點跟廢點的碗頁就是混合物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C 答案就選C OK 請問 誰是混合物啊 跟剛才是一樣的阿 跟剛才是一樣的阿 來 賽哥難物喔 三五 三五沒來 二三 你說哪 欸 你說 假沒有一定的廢點 所以它是混合物 其他的都有一定的廢點 所以是純物質 這題是跟剛才一樣的意思 就是問你誰是純物質 誰是混合物 它是用你誰沒有一定的熔點 沒有一定的熔點就是所謂的混合物 就是在裡面挑混合物就對了 跟剛才考試的其實意思是一樣 答案 答案小女生物喔 答案小女生 十三 你跟我講 A B的B喔 你說 你答案選B 冰柱酸是純乳酸 純物質 石墨是元素 碳 氧化美是一個化合物 它們都是純物質 奶油是一個混合物 所以這就是考試這個題目 問你誰是純物質 誰是混合物 直接問 或者是用它有沒有一定的性質 一定的熔點 一定的廢點來問 這就是有關於純物質跟混合物題目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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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